我说过明神风雨或天晴 伴你走追索幸福这路径 虽不固定 愿路欣赏又美风景 我与你从前相若无憑征 肯将欢笑与夜声 平贴最好光景 前行什么的试炼 让沧海变造桑田 任世间朝铁 我的将来已留位置 跟你说九年 成全美改的自然 曾离别过伤心可团圆 无论心底的理想 有多远 绢叔 绢叔 聰叔 聰叔, 聰叔, 我有事問你 不…痛痛, 告我再次… 你先出去 聰叔 我真的很痛痛, 遲些事再說吧 公司上市的事, 你們有沒有找到律師 這件事我不知道 你很告訴我, 爸爸有沒有找到律師 上次這麼大件事 大公先生找到律師很正常 我是說找個私人律師, 聖業那個 越來越痛, 說不出話了… 聽說換了一個省港澳文名的點心師傅 我就叫我寄來試試 謝謝大公先生, 你這麼恐懼 有甚麼介紹 今天鮑魚燒賣, 沒電, 這個 好, 出去吧 是, 來, 喝茶, 坐… 你是不是把你名下的估計分到那邊 阿朗朗, 給阿朗朗 阿朗朗兒子嘛, 分給他 他哪有資格分 你知不知資格把我親生兒子來 我喜歡分給他就分給他 這幾十年來, 誰跟你一起熬 把萬昌聖由一間小店 變成一間大集團, 是那個女人嗎? 是媽媽 有誰把萬昌聖在谷底的時候出去救 還把她的利用再翻幾番, 是我 萬昌聖不僅只有你一個人 付出過血汗的大老闆 全家人都有份 你現在立刻不出把股份分給別人 你這樣對媽媽很不公平 甚至對我兩個弟弟妹都很不公平 那些股份是我的股份, 我分給他很應貴 你是不是決定這樣做? 好, 取消個上市計劃 你就算取消個上市計劃 我就是要分給他 為何要說這麼多話, 你也不明白 我免得跟你說 你這個臭小子 為公司做了一點點事就兇了 連爸爸也不尊重? 媽媽, 婆婆, 幾樓 你是不是約了人聊天? 是呀 那你先走吧, 待會我們再約個喝茶 先走吧, 媽媽, 走吧, 婆婆 再見 爸爸, 剛才阿哥說你會分股份 給狐狸精那邊不是吧? 說得很囂張, 她不知道發什麼脾氣 喝茶, 坐一會兒喝茶 甚麼?你說清楚就好 別說這麼多了, 讓婆婆先坐下 好, 小心 你老公不是在附近工作的 叫他過來一起喝茶 媽媽又約了客人吃午飯了 幹甚麼? 小姐姐, 我們明明聽到的 媽媽, 我們難得一家人出來喝茶 你讓我安安樂樂, 吃點點心好不好? 是… 火鍵, 我的點心扒來 是 來喝茶… 各位, 有什麼幫到你們呢? 給我全部最貴的東西拿來 來吧 陳一忠 你別走 陳一忠, 你看我站住 我不會說他… 你別跑啊 快點 沒什麼, 出去…全部出去, 快點 你躲在那邊就行了, 快把我吐出來 小姐, 真的很痛苦 有什麼事遲點再說 我現在就要你說 那個女人躲在哪裡? 誰的女人? 黃秀萍, 你趕快說 怎麼說?大翁先生知道他會殺死我 你也不要讓我難做 好, 我直接找他會連絡你 那你不告訴我他今天會去哪裡? 我要街上老八婆就與你無關 不知道是肚子痛, 頭痛一點 忠叔, 現在沒人在 你告訴我, 沒人知道是你說的 我翁耳林不會代搏你 總之連美豐大利是就有你份, 好不好? 好,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不說的嗎? 不知道怎麼說 很痛… 陳一忠, 你真厲害 你為甚麼我這麼傻呢? 楊小姐, 你想找甚麼?想幫忙嗎? 別管的事, 做你的事吧 我來吧 搞甚麼?搞得我的桌子都亂了 你怎麼搞成這樣? 別提了… 剛才二小姐來插過你的東西 插過我的東西? 我…我本記事寶呢? 他拿走了 嚇死我了 快點聽… 你以鼻子接駁到九、八、七 我要你的事先走了 好… 不是吧? 以前是炸得通, 這次是震得通也有 不…要打電話給大雄先生才行 又不是我正在打電話 不是我來的 中叔… 臉書有崇拜的, 怎麼了? 你不是不舒服嗎? 不是… 坦白說, 你姐姐拿了我本記事寶 我懷疑她在找黃秀平夫妻 我…忽然又肚痛 麻煩你們倆去幫忙, 救命… 不就搞出人命了 先喝酒吧 為甚麼不去?我們去開街美容院 不過來這間也不遷就, 這麼遠 Cindy說, 這裡的師父的手藝很好 服務還一流, 待會兒報你滿意 你看甚麼?你約了人嗎? 我沒有, 我看Cindy介紹的美容師 不是在這裡而已 媽媽, 你在這裡等我一會兒 我上去找我去 甚麼事啊?小姐, 沒事 寫著這個時候在做非傻的 難道是假的? 太太, 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15分鐘後, 我回來幫你洗臉吧 好, 我想去洗臉吧 Wendy, 遺漏了東西嗎? 不是, 是那些麻煩敷不夠 想幫你敷多一點而已 是你?我差點被你焗死 我只想焗死你的狐狸精 讓你不用害人害物了 想走? 好 你想怎麼樣? 過來 你想怎麼樣? 過來 快點, 過來 翁太 閉嘴, 她不是什麼翁太 她叫黃秀萍, 翁太只有一個 李林, 你在選什麼? 跪下, 王女兒 你知道這臭字怎麼寫嗎? 在人家面前認自己做翁太? 好, 你想當阿姨嗎? 是嗎?做阿姨要斟茶給大婆喝的 你喝過我媽媽, 喝水咪才做阿姨 媽媽, 拿點口水給我喝 別這樣了, 阿姨 媽媽, 這種賤人搶贏老公不只 還想分給我們身家拿我的錢 想爸爸把股份給你和你野仔 想創你的心 今天不教訓你, 我不會動 你快要分給我們身家, 分給我們身家 快來回家, 把你給你兩錢 你把兩位這樣打? 你幹嘛? 阿姨, 放手, 還沒打過護理精 放手, 放手, 停車 你想走? 死護理精, 你別走 你怎麼會這樣, 放手… 阿姨, 別動 阿姨, 阿姨 阿姨, 你怎麼樣? 你怎麼回事? 我沒事 她想幫我們身家拿錢 今天無論如何 我對比她知道性肥的女兒不好 阿姨 阿姨, 你瘋了嗎? 今天什麼事選了就給你丟情了 阿姨, 媽咪 我小時候大, 你也很疼愛我 你不會打我 為何你今天… 阿姨 為了爸爸的公司 我放在畫畫的理想去讀傳理 你說我為甚麼? 我去找這個女人 不是我為錢, 去挖股份 要甚麼Martin都能給我 我做的事全都是為你們的 我去想幫媽媽你拿回阿公 想不到我讓你不看, 明白嗎? 我知道你為幫媽媽 是媽媽的, 我不應該打你 媽媽 二娘 媽媽, 別哭了, 我們走吧 媽媽, 你怎麼樣?我沒事嗎? 我沒事 你先起來 你手可能弄傷了 我送你去看醫生 小心 謝謝你, 曼小姐 謝謝你, 曼小姐 別客氣了 幸好你扭傷了, 我沒傷到根骨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芬古粉的事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會叫芬哥不要這樣做 還有 雖然我一直在躲避 但也要令你表身不開心 做不到當天我在醫院對你的承諾 對不起 我明白的 為甚麼我的命會是這樣的 是我犯自 我不知自愛 由我根本心情願做人家的主人開始 已經注定了我不能再抬起頭做 喂 阿兵, 你在公事嗎? 阿忠 阿姨在去找你 他對你沒甚麼關係 我沒事 我沒事就好了 你現在在哪裡?我一天來找你 好了, 我有點累 也想快點回家休息 還有, 我有點擔心拜託他們 不如你過去看看他們吧 好, 那這樣吧 再見 我先送你回家 再見 謝謝你 阿皮 你…為甚麼你會來? 是嗎? 條叔 我不放心, 孟哥 還好, 你有沒有撞到聲音 沒事, 只是小事 其實這次要謝謝曼小姐 是她送我去醫院的 醫生說她扭傷一下 休息幾天就沒事了 這次真的謝謝你 既然你來了, 我先走了 你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斌哥, 其實這次… 你不用說, 整個事情 終於告訴我了 一天都是我的信心搞出來 我不能這樣做, 我回去教訓她 千萬不要 我也不想弄你們家草屋蔽 這次就這樣算了 我知道你心地好, 你經常忍 忍忍一下她, 得寸盡赤 越做越彌補了 行了, 總之我會看著 這次就當我求求你, 就這樣算了 好嗎? 我知道你怎麼做 黃鴻在哪兒?黃鴻在哪兒? 黃鴻, 出你了 甚麼事?老太 原來就是你的臭小子, 賤的 老太 男人之中你也算賤 靠妹妹吃軟飯不僅 現在還想分我的身家 你回去跟你妹妹說 得奢口耳衰回首 不是她天收你 老太, 別這麼勞氣, 不如這樣吧 上個省節樓慢慢談吧 我跟你沒什麼好談 我一直以為你是萬家最老實的人 現在你跟他蛇鼠一鍋 想謀我們的身家? 老太, 老太, 有甚麼事慢慢說 你又是誰? 我是廠長 廠長又怎麼樣? 玉皇大大也沒面子給? 你, 就算翁成婚在這裡, 我招惱 甚麼事?翁先生, 婆婆 二進 婆婆, 你別哭 你有甚麼事跟我說 你知道我一定會幫你的 你給我解僱了個假國寇 二進, 你給我解僱了他 行…我一定會幫你的 不過這是家事 我們回家再說好不好 我送你回去 翁先生, 我們還約了廣告公司那些人 在開會 行了, 這些你來搞 是 我小的也是這樣, 我大的也是這樣 所謂的家就不出外傳 現在你們偏偏要把肚子拿給人家看 我一時火睜眼, 怎麼想那麼多 我打算幫你吹一口氣 我也想去親手打個狐狸精 但這些是醜事 正所謂, 讓人知道也沒讓人見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人搶了個老公 你說多麼收價 媽媽, 女兒又瘋了, 媽媽又瘋了 家裡的也瘋了 對了… 是媽媽不對, 媽媽不穿了 這麼多年來 那些臭小子在外面悶悶悶悶悶 你師兄也不聲不滑 我告訴她, 有什麼東西放在心裡 你猜媽媽不傷心嗎? 媽 媽媽, 不發生都發生了 你越想越傷心 現在人們很羨慌, 很快就忘記了 你不要放在心裡 是呀 依我說, 什麼都不要想到沒事發生過 媽媽、婆婆, 剛才你們倆都沒吃過東西 我煮了兩碗蝦強煙給你們 你們先吃吧 吃點吧 你煮點麵行不行? 不要吃得媽媽、婆婆以後鬆脹 你這麼小看, 你弟弟 土耳其早餐這麼大的陣仗我都搞定 區區兩碗麵會難倒我 那你真的要嘗嘗你兒子和你兒子的手藝 如果好吃的話, 幫我煮一碗, 吃 好 吃吧 媽媽, 有點事要和你聊, 過來 我還沒什麼好聊的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是不是想給我看面子? 我家中的什麼面子, 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我這輩子還以為是壞就壞了 在圍了萬聰城的招牌 那你整個都打官司 你怎麼辦? 你不是說你和我女兒在街上 我當眾, 搞六國大風尚 他就跑去工場, 搞大龍鳳 那家族還沒見人 那你怎麼知道? 我既然人人都不滿意, 我就自己搬走 我既然人都不滿意, 我就自己搬走 不理你怎麼想也好 總之你整個家人都沒人關心我 你說什麼?現在誰不關心你? 你俊理說 我和你除了在生意上有去商量之外 你沒有關心我爸爸 我頭暈身氣,你沒有問過我 那些老人病,你知道嗎? 老婆,你只顧著做生意 你不是經常都得錢 單單打謊老婆在這裡搞搞振 你說我有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 有沒有盡過一家之主的責任 老婆多辛苦我熬 我知道,你以為真的行行歸歸 可以理會這麼大的公司,這麼大的家嗎 以為不是為了你媽媽,我早就走了 你就這樣走了,媽媽會很傷心 你怎麼回事?由始至終他都沒有做錯 我不是他錯,我現在說我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行了 爸,我答應你 你只要不走,我接受那邊的人 包括黃雄 我以後不再說一句話 不再針對他們 走 阿翔,謝謝你這番好意,可惜太遲了 走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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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翁, 我睡了嗎? 你整晚都沒吃東西, 來, 先喝鮮奶 剛才阿朗看見你傷成這樣, 不停哭 你知道我看見你們這樣, 我很難過 今天還被我白眼婆冬眾侮辱 幫我靠你才有飯吃 我是男人, 我也有尊嚴 如果不是這樣, 可以怎樣? 難道走嗎? 走了, 阿朗以後怎樣? 怎麼樣?都忍了這麼多年 難道就這樣就放棄嗎? 芬哥 甚麼事? 是呀 先坐下 你先搬回來遲, 總之我忍夠他們 芬哥, 你就這樣就走出來 豈不是他們更加討厭我? 是呀, 我們從來都沒想過要你這樣做 芬哥, 更加不想見到, 人家說你拋棄棄子 甚麼拋棄棄子? 現在我都幾十歲, 我不拋他們 他們想拋我離開 總之我不是這樣做 他們越來越離譜, 你們放心 為了我和你們以後有好日子過 我有辦法 走開 你怎麼說了? 甚麼架搭扣, 沒被太子炒? 人家妹妹得重, 後台又夠硬 你以為我炒就炒了? 吃得軟飯不多後, 以後會胃痛 胃甚麼痛? 你吃不慣不代表人家吃不慣 人家吃了這麼多年都沒事 而且吃完好味, 還步步高升 那倒是 你們閉嘴吧 有頭髮, 誰想做辣蕾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苦衷 所謂國有前人, 問心一句 這麼多年來, 阿鴻是繞了雙手 甚麼都不做, 只靠關係坐到這個位置 我敢說一句, 整間廠最勤勵是他 果然是沙寶兄弟 一個是靠女人上位 一個是靠冷鬼招牌 你說甚麼 說事實, 你不是靠冷鬼招牌 你一進來會坐經理這個位置 我一進來做是名正言順的 是合約寫明的 那就是不是靠實力了 你還說 夠了, 終於開工了, 還談甚麼 開工 開工… 他們整個廁所埋怒, 沒大沒小 謝謝你們, 我只是幫你, 不幫襯 不要緊 其實你這麼聰明, 在外面裡還有很多世界 為什麼要在這裡讓人有白眼 其實之前我也說過了 我也有想過, 也有跟妹妹商量過 不過我妹妹, 越來越開了薫哥 如果我就這麼走了的話 好像很不支持她 就是這樣, 我不想令我妹妹難做 原來如此 就算是哥哥, 沒甚麼可以幫到他 只希望在精神上支持他 況且我在這間公司工作這麼多年 不多不少, 我也有感情 是的 我也是哥哥, 我問你怎麼想 無論如何都好, 我支持你 我知道了, 你一定支持我的 這個想法不錯, 就照個計劃我做 好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要拍攝全家福的話 一定要有爸爸在那裡 他甚麼時候回來又不知道 叫他又不回覆機 連文件都要中叔傳到那裡給他看 那不是辦法的 我不會叫他的 其實我已經讓步 肯將股份分去那邊 不過他現在連媽媽都不來 不如叫他們離婚吧 無謂拖拖拉拉, 最多以後媽媽等我養 哥哥, 我們真的要走到這一步 甚麼事 翁先生, 全信部的Peace來了 馬上叫他進來 甚麼事 廣告公司那邊打電話來 說想後天幫我們拍全家福 想看總裁有沒有問題 叫他們延期 延期的話 可能會影響宣傳效果 這樣啊 如果我有辦法令主席 如其去拍攝的話, 你覺得怎樣 真的有這個公司? 對呀, 還弄得全家福的廣告拍不到 總之就全家散了 用成分, 風流成性, 我早就知道了 不過想不到他會走到這一步 幾十歲, 還學人搞離婚 是呀, 但其實他也挺可憐的 怎麼搞的?他很可憐嗎? 是呀, 你想想 說身家, 說人面, 說子女的學歷 我們一件事都輸了 但有件事我們一定會贏他 就是我們一家人齊齊整整 父慈子孝, 開開心心, 他恨都恨不了 那倒是呀 對呀, 爸爸 當年你跟他爭這個萬昌城招牌的時候 輸了給他, 表叔笑你 你以為如果今時今日你見到他的時候 用這件事來激他, 笑他臨老入花槽 妻離子散, 被全世界人笑, 好嗎? 跟自己爭一口氣也好 不…富貴妹, 你何時轉了態? 我還是有那句說那句 你以前是經常主張我跟表叔和好的 我明白了, 你是想幫我以恆 你想利用我來逼翁勝勳 跟你拍這部全家福的廣告, 是不是? 這也讓你知道 你跟爸爸相處了二十多年 你心裡怎麼想, 我怎麼會不知道 不過無論如何, 爸爸一定會幫你做 真的嗎?謝謝爸爸 想不想多謝? 反正我也想把他氣死很久了 不過現在有這種機會 我真的想看他吹鬚的樣子如何 我現在一想一想一想就好笑了 好, 快點… 一、二、三, 歸 好不好玩? 好呀… 好呀… 好玩呀 爸爸累了, 休息一下 你繼續玩吧 一、二、三, 一、二、三 老表, 捱甚麼?老表 是不是有事不妥呢? 你怎麼在這裡玩?來玩嗎? 我看見你的樣子真的很淒涼 甚麼淒涼?你是不是不記得 你全家人都咬我出糧才有飯吃 我比你親淒涼? 這倒是呀, 做生意我真的不夠你 不過如果說教導的弟弟 我比你更加多聲 好像你現在這樣長大 好像當你是仇人一樣 他不想見你 那小時候更慘, 何時才照顧他長大? 我說不好聽, 如果你兩腳一身 他中學還沒畢業 你想想, 你是不是很淒涼? 你… 我的兒子也不一樣了 每個人都聽話又孝順 還有, 我們經常被鄰居投訴 他說我們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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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吵他們, 我想你們家當然很安靜 因為你們沒有家庭溫暖 要不然你不用搬出去住 你想…你這個老猛也想想算是真的嗎 各有前因, 都莫善人 不過你自己做了幾個因質的事 你最清楚的 今天搞得自己淒涼止散 是你自己一手織回來的 誰的妻子自殺了, 你說得這麼刻心 老表, 你不要死撐了 如果你是一家和六, 扶持之下 你說, 為甚麼你全家福的廣告 都不肯拍? 我身為萬槍性的股東 我建議你取消這個計劃 明明你正在搞加辯 還叫你出來拍廣告, 是不是開玩笑? 是甚麼家庭? 我們一家都不知道有多敏興 合金會人家跑得到 你不用肯針灼我的 我真想看看你這個死雞撐飯該如何 是你不肯釋的 翁先生, 時間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翁先生何時會到 快了, 等一會兒 好 是 富貴妹的招擊脹髮髮, 不知道用不用 我對她很有信心 爸爸, 你 爸爸, 很準時 爸爸 拍照, 快點拍, 別這麼難 媽媽, 拍照 坐吧, 媽媽 來, 親密一點, 坐好 好, 近一點, 拍得漂亮一點 來, 來 好, 可以拍了 好, 盡著鏡頭給多點笑容, OK 多笑一點, 給人多點幸福和穩慶的感覺 媽媽 多笑一點 不錯了, 不過效果不夠汪 或者有機會再拍 不夠汪就用電腦撿得好, 你不認識的嗎 爸爸 爸爸, 今天人齊也要一起吃飯 不用了, 我先約會了 爸爸 媽媽 媽媽 給他一點空間, 他去聊聊天 睡 你不用說, 我一點也不會回去 我不是勸你回去, 是 兒子, 以臨和媽媽是腦瘋了一點 我很希望你不要生氣全世界的人 始終他們是你的子女, 是你最親的人 其實歸根究底 是你自己不肯開心建成跟大家商量一下 你突然分了這些股份給二朗 才會搞成這樣的事 現在問問在誰都好, 追究都沒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沒權不讓你離開 你想這塊家散的, 我也沒辦法 我只是想撇脫一點, 弄清我們的關係 如果你想離婚, 你找律師還是我找? 我從來沒想過跟你說要離婚 不過朗和阿萍他們倆跟蹤我很多年 我一直都沒有給他們一個正確的命分 給他們家給他們應得的東西 讓他們安心一點 他們已經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了 他們已經有你了 阿萍 媽媽… 真是林老師要搞離婚嗎? 人和心都不在, 不然這樣還可以怎樣 放開點吧, 媽, 你還有我們 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 但我真的不想見到你們這樣 不如找爸爸談談吧 你也要他肯坐下來慢慢談才行 怎麼會這樣呢? 爸爸 爸爸, 我們開飯了, 過去吃飯吧 坐吧, 爸爸 我也沒想過要跟你離婚 阿萍那邊不會得到我 雖然阿萍的時間不夠陪伴你 但我整個都是你老公 終於我去那裡責任 要照顧你的弟弟 那是怎麼樣? 導主, 真是肚餓了 我想回來吃飯吧 我馬上送個飯給你 各位公友 翁太太來探班 還買了很多西餅, 請大家吃 阿貴, 把餅給大家吃吧 好… 我們謝謝翁太 謝謝… 很感謝大家阿珍 大翁先生經常跟我說 他這麼多年來沒有大家的幫忙 我們萬倡性也不會有今天 翁太太, 你別這麼說 如果沒有大翁先生 我們也沒有今天, 你們說是不是 是呀… 好了…先吃西餅吧… 隨便… 阿島, 工場那邊 翁太太, 你好 你就是那個副經理王鴻 是呀 大翁先生說你很能幹的 那辛苦你了 別這麼說, 我應該的 我去那邊做事 劉沈, 不如我們上次樓坐下吧 翁太太說想到處走走 好, 這邊呢? 在這裡做事慣不慣? 我初時有點不慣 不過現在適應了 大表哥還讓我負責新邪 是在後榜面的 那就好了 吵了這麼多年 現在你們都是萬倡性的股東 以前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大家不要等到心裡 好好的幫阿爾進合作 那我就安心了 放心吧, 劉沈, 我會的了 大滿顧在這裡做事 來, 就在裡面, 來 阿勇太太, 這間十二連室 專門負責開發新產品 來, 大滿罐給你弄一面 表嬸,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表嬸來探班 看看你, 像一頭汗一樣 阿勇, 女孩子人家做了這麼粗重的事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以前在萬倡都沒有這麼多好的工具 以前辛苦了很多 其實我有件事想問你很久了 為什麼你不要讓你多讀書 偏偏學打臉呢? 你知道了, 表嬸 我一出生, 我媽媽就破壞了 我爸爸又破壞了 倒得連我也扔下了 幸好有舅舅照顧我 我經常跟著我在工場 那你慢慢喜歡打臉 看什麼看得這麼入神 媽媽, 我給你一些照片看 想喝點什麼? 是, 咖啡就行了 好, 等一等 你看看你拍這張全家福 拍得你多上鏡, 多散鏡 你何時學到以恆這麼賣口乖 想不到我們一家人拍照有多熱 一家人齊齊整整 我一出生, 我媽媽就破壞了 我爸爸又破壞了 倒得連我也扔下了 幸好有舅舅照顧我 一家人齊齊整整, 不是這麼容易 只要我們團結就可以了 我不會被任何人拆散你一頭架 對了, 那個富貴妹 怎樣哄電爸爸拍全家福 好, 而且可以令爸爸回心轉意回家 找表白出來, 惹一惹爸爸就可以了 無論如何, 這次真的要謝謝她 這樣這個富貴妹 真的不像以前你那樣的想法 她是欺騙以恆 和想來我們家搞事的 日久見人心, 有些事慢慢才知道 你也要相信你弟弟的眼光 好像他早前和我提過 找大滿冠做宣傳大師 我也覺得不錯, 怎麼你不肯呢 你也覺得找那隻大蛇妹 可以做萬昌盛的代言人呢? 我上網看過他比賽的片段 他挺可愛的, 何況他會打臉 全香港沒有哪幾個女師傅 找他做宣傳也有點搶頭 你也想找他做代言人? 你知道了, 媽媽對你公事上的事 我也不管了 不過我只是這樣提醒而已 但是媽媽你的意見呢 我會認真地去想想 翁先生 是 何家門小姐到了 過來 這位是廣告公司的形象 顧問劉小姐 你好… 這裡有些衣服換了 很多人在網上看過你的影片 都說你很適合做我們 萬昌盛的代言人 連我媽媽也是這樣說 我想嘗嘗是否 也是你贏了這個競食比賽的獎品 你們認真的嗎? 我回來什麼宣傳活動都沒做過 我…說笑話吧 換了衣服 看著鏡頭說幾句話 說什麼? 介紹一下自己 我… 我是何家門 我…我是一個打臉師傅 就是一個懂得打臉的師傅 我… 我… 行腳步來看看 不好意思,我不是穿棍高單嗎? 你們覺得怎麼樣?有什麼意見? 沒說不行,視在人位而已 撿一撿就沒問題 我想她的頭真的要撿一撿 她現在的頭真的失敗了 她要上移軚班 剛才走路好像有空 上面找個大圈才攜好男性 現在呀沒有腰和像個水一通 ia討好想的 一定要上com ty 她剛剛講幾句話而已 全都是繩妹 還有那些假數 真的…難聽得到 欠門計舖出口的話 我建議她在入門再撿一撿 拉一條青皮 脾爛上臉上的 game 落 upstairs長的面 你說一個嗎? 能否由樓倒下腳 我就是我、我就是何家門 我告訴你, 如果你找人玩麻辣器 別找我 神經病 成為絕頂, 變成熟鳥 教出你真誠, 擦亮眼睛 前行什麼的試練 讓滄海變造桑田 任世間襲免 我的將來已留位置 跟你說當年 成全美改的志願 曾理別過傷身可前現 流出心底的你 想誰也未變